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宁 实在太无聊了 然后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个话题挺热的 就是关于彩礼 然后咱们现在问一下 问一下我妈还有我小姨妈 她们当年的彩礼是多少 给了五斤棉花 这三百块钱 这只给三百块钱 还有什么吗 给了五斤棉花 给了五斤棉花 还有呢 还有一个大羊 百个大羊 一个白大羊 一个白大羊 那个 外婆给你赔了多少家装 我赔了几个棉被 十个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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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 八几年 八十年是吧 哦对八十年 你和我爸是什么意思 我十二岁就结婚回 十二岁逼娃娃去 哦娃娃去 嗯 结婚以后才看来 你是不是结婚之前都没有摘过我爸 对的 是这样子 我才是十年纪 我才是十年纪 我才是三年 你问我说 娘说菜类给你的钱 菜类一千多块钱 你问我菜类一千多块钱 菜类算高吗 当时 当时就是个行 都是个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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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家装 哎呀 陪家装就陪 基本上就是 无理不落钱 要好的钱 都是给你买 就是衣服啊 都陪过去啊 买其他东西 不是 就是派的 用的 像我里的 嗯 买个 买个 买区啊 买个洗衣机 买个自行车 或者是 风力机 我外婆 我说菜类是多少 菜类大概可能是 几斗米吧 几斗米一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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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我外婆那个时候就是 几袋米 可能也就是 一袋两 多少斤呢 大概 一袋两哪者一袋两 一袋就是三十几斤 一袋 那就是六十斤 六十斤米 我记得以前 就是 我们这边彩礼 大概到五六万的时候 我就给我妈说 我说怎么涨价了 我妈说 现在粮食都贵了 当然涨价了 还有就是 现在这边的彩礼 都已经在二三十万了 大家觉得我结婚的话 彩礼该要多少 好了关注 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再见 再见 谢谢